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考消息网5月17日报道 文瑞斯克这两天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斯蒂文乔博访华的消息 在中 澳国内都掀起不小的波澜 尽管澳大利亚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变化 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依然强劲 路透社今天17日下午的报道注意到 在斯蒂文乔博访问中国上海的第一天 他就这样积极定调了澳大利亚与其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的关系 报道同时指出 尽管这已是斯蒂文乔博过去三年里 对中国的第13次访问 但看上去 此次访华却格外不同 斯蒂文乔博借用澳洲媒体的话说 作为今年首位访问中国的澳洲高级别领导人 斯蒂文乔博此行被寄予着 未已跌至兵点的中澳紧张关系荣兵的厚望 而行前 斯蒂文乔博也颇为配合的在澳国内立下军令状 将确保中澳关系得到应有的重视 是的 你没看错 一段时间以来 反华颇为起劲的 澳大利亚突然来套近乎了 而这一转向的背后 除了澳国内商贸 对改善对华关系的期待 背后更离不开亲密盟友美国的助攻 图为乔博在2016年的AWIC上发言 图片 原自澳大利亚中国商会贸易部长破冰来华 澳国内有人期待 有人坦特 岌岌可危的形势 促使贸易部长乔博前往上海 以打破中澳外交的干旱 他身上背负着1550亿美元的风险 据悉尼先驱陈报网站16日报道 澳大利亚出口商担心中澳外交冻结 令他们失去大量机会 而澳政界也已经看到中澳关系衰退 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同天另一篇报道中 悉尼先驱陈报网站透露 当乔博颇为丰富的访华行程披露后 在哈的澳大利亚商界被感兴奋 悉尼先驱陈报网站报道 截图 乔博本人更是愁愁满志 澳大利亚人报网站16日报道 乔博行前表示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足够强大 可以在深度冻结中幸存下来 作为贸易和投资部长 我将确保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得到应有的重视 另据澳媒披露 乔博还请求本周与中国政府代表举行高级别会谈 但面对中澳关系近段时间以来的低迷态势 也有澳媒对乔博此次访华成果持保留意见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称 虽然澳大利亚企业界对于乔博的上海之行表示欢迎 但他们普遍认为 乔博的访问并不能达到破冰的程度 因为两国的外交热度还远远不够 2017年11月 在澳大利亚城市墨尔本 乔博又出席中澳建交45周年纪念活动并讲话 新华社事实上 对于乔博访华 无论是商界期待还是澳国内的忐忑 只想的都是特恩布尔政府 一段时间以来对华部友好举措 及其对中澳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 要知道 就在本月初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还拉着访澳的 法国总统马特隆发布联合讲话 要求中国不要破坏南太平洋地区的稳定 霸占这个区域 美国商业内幕杂志网站报道截图 与此同时 澳美也不忘配合美国演出炒作中国的所谓债务陷阱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13日报道称 该报独家获得的一份美国国务院的秘密报告警告说 中国正在澳大利亚门前制造债务陷阱 通过使澳大利亚一些邻国悲伤债务 从而获得战略和军事实力的经济杠杆 一方面是对华经贸告急 另一方面仍是澳政府的刺激性言论 特恩布尔不断地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 正持续引来批评 15日 澳前驻华大使瑞杰瑞 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撰文 指责澳外长毕晓普两年多没有访华 并且造成澳对华政策在行动上的迷失 瑞杰瑞他批评毕晓普 用杰克的南海言论激募北京 并呼吁特恩布尔解雇毕晓普 在当天的一份声明中 毕晓普反驳了瑞杰瑞 宣称澳中深度外交接触仍在继续 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根本利益没有改变 而今天17日下午路透中文网的一篇报道也传递了更为复杂的信息 就在乔博抵达上海的同一天 澳洲富裕葡萄酒运往中国面临通关延迟 乔博不得不临时动员一个外交团队来解决此事 报道还披露 因为受到中澳关系紧张的影响 这一全球最大葡萄酒厂商的股价 今天出现下挫路透中文网报道截图路透社 援引澳大利亚拉筹博大学国际关系专家尼克比斯利的话指出 从葡萄酒到旅游业再到农产品 澳政府的反华倾向给多领域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显现 这也向澳政府发出警告 被美国坑惨 澳大利亚最近对美很不爽 事实上澳大利亚寻求缓和对华关系 除了其国内对对华贸易需求的深层驱动 时不时同小第一刀的美国也成为助攻 近年来 澳大利亚在南海 安全 贸易等问题上 紧跟美国步伐 令中澳关系陷入低谷 然而 澳大利亚不仅没从美国那里拿到什么好处 反而屡屡被坑 比如据悉尼先须尘报的报道 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15日表示 特朗普希望美国向中国出口食品大幅增长 并增加液化天然气出口 特里布兰斯塔德要知道 食品和液化天然气是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关键出口商品 而且澳大利亚的许多农产品相受优惠的低关税待遇 因此美国食品出口商可能成为澳大利亚的竞争对手 成为不少澳媒关心的问题 而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14日发表的一番讲话 令澳大利亚更加不爽 据美国商务部网站消息 罗斯当天说 中国可以很轻松的缩减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只要中国在每年1.5万亿美元的进口产品中多选购我们美国的产品 少买中国其他那些自由贸易伙伴的产品就可以了 美国商务部网站报道 截图罗斯口中的中国其他那些自由贸易伙伴 自然包括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正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受到挤压 金融评论报说到 该报在另一篇文章中引述分析人士的话强调 澳大利亚不应该效仿美国 应该有独立的外交政策 澳大利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而不是美国的一个州 有意思的是 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的不止澳大利亚 本周25日 世界贸易组织刚刚裁定欧盟非法补贴空客 美国已经开始酝酿一场大规模暴富性制裁 美国彭博社报道说 美国在一份声明中称 除非欧盟最终采取行动停止违反规则损害美国利益 否则美国将不得不对欧盟采取反制措施 特朗普的混乱孕育出更好的欧中关系 欧洲观察者网站刊文称 随着美国不断破坏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 欧盟和中国越来越发现自己在应对全球问题时 需要坚持多边主义的盟友 虽然一些舆论认为 欧盟与中国进一步走近 还需更多互信 但特朗普的反复无常 显然已经令盟友们丢掉了对美国的幻想 正如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16日在推特上的吐槽 有美国这样的朋友 谁还需要敌人 图斯克推特截图荣丁之旅成效几何 专家 还得看表现在乔博访华的新闻稿中 此次澳大利亚对华转向似 忽得到一定的解释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最大的游客来源地 第五大直接投资来源国和地区合作的重要伙伴 文中说 与中国的贸易 旅游和投资增长 将为澳大利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同时也是特恩布尔政府推动经济增长计划的一部分 乔博访华官方新闻稿截图对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部所长苏晓辉 告诉小瑞 一直以来 澳大利亚对华加强经贸合作的需求 始终没有减弱 苏晓辉说 一方面 澳在政治 安全与意识形态方面紧跟美国 经常发出杂音干扰中澳关系发展 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但另一方面 澳对华经贸合作的需求和热情 也是长期存在的趋势 他表示 澳贸易和投资部长访华 还有现实考虑 美国频频退群对澳大利亚刺激很大 澳认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受到了挑战 当看到中国提出促进开放的举措时 他当然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美国等大国的经贸政策政变的越来越有侵略性 所以澳大利亚想抓住一切能抓住的机遇 苏小辉说 特朗普和特恩布尔 但是澳大利亚高官的荣兵之旅 是否就代表中澳两国关系面临的尖兵就此消融了呢 在苏小辉看来 此放肯定是一个积极的信息 但是中澳两国下一步合作能否进行的好 还要看澳大利亚的表现 如果澳大利亚还是希望在经贸上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 同时在政治安全上坚持冷战思维 肯定是行不通的 他说编辑杜威